日前呢 山西的一家民营企业宣布下个星期到期的4亿债券可能无法按时兑付 原因是呢 该公司的董事长被带走协助调查造成 7月16号 山西民企华通路桥集团发布公告说 由于企业董事长王国瑞仍然在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不能返回企业主持工作 7月23号到期的4亿短期融资债券兑付存在不确定性 市场观点认为 由于本期短期融资没有担保 如果不能如期兑付 这期债券将成为中国首宗本金违约的债券 公开资料显示 华通路桥集团已经成为一家 即道路桥梁 房建地产 煤炭资源 环保建材 农业餐饮为一体的综合型大规模企业 注册资本15亿 年产值近百亿 下设房产环保等近20家子公司 即路桥 建安 机械施工 装饰建材 及建材研究所等20多个分公司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国瑞 作为公司实体控制人 持有公司股权60.25% 是公司经营决策 资金筹措 及资金调度的总负责人 屡屡身胡润百富榜 公开资料显示 王国瑞因涉嫌违法 已经在7月10号被撤销 政协山西省委委员会委员资格 而同一天被免职的 还有山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令政策 原四川首富刘翰 和中旭系的实际控制人吴冰 及商人米小冬等巨富 和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们 都被大陆官媒称为 是给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洗钱的白手套 根据华东路桥官网介绍 华东路桥集团列山西省 百强企业第30名 被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 评为AAA级信用度企业 集团商标被评为山西省著名商标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 曾经授予这个公司 全省创先征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华东路桥还先后获得 山西省优秀企业 山西省工薰企业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状等 一百多项所为荣誉 全控经济啊 它的一个东本的矛盾在哪里呢 主要的经济活动呢 都是被政府管制的 都是通过一些官员来执行的 所以他们就会受去费赂 人家不给费赂 他不批 不放声控制的话 不把这个管制权呢 这个控制权放到市场去 但是你要反弹 这个经济就会垮掉 中国全控经济的情况下 贪污腐败是他经济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据了解道路桥梁建设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占据华通路桥收入的半壁江山 华通路桥的另外两大支柱产业 分别是房地产和煤炭资源开发 华通路桥官网声称 目前集团公司核准的煤炭资源储量 已经达到50亿吨 形成了年合定量产能 为1000万吨的开采能力 据报道 除了迫切需要对付的4亿元短期融资外 华通路桥还欠有数十亿银行借款 当地政府得知消息后 已经开始商讨对策准备兜底 要求当地银行对华通路桥 只能注资不抽贷 到期希望转贷 而面对发行人如此巨大的变故 评级公司却反映有些滞后 今年6月27号负责债券评级的联合资信 给出的跟踪评级还维持原来的评级 债项为A1的评级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全 rear 评级